老詹一个不小心的手滑 竟然直接凭空缔造一个女网红 还有球迷给她递出死亡威胁 说到网红 小米屏目前的各位观众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甚至已经出现了不少网红复化中心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 老詹的一个不小心的手滑 竟然直接造出了一个女网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之前网友发现 詹姆斯在某推竟然点赞了一个女主播的蜡照 画面中这个女主播身着性感衣服 大陆事业线 结合某推上 只要点赞过 就会放在首页的特点 因此这个女主播 也吸引了不少吃瓜群众的好奇 她到底是谁呢 加上老詹此前一直经营 爱家的完美老公形象 因此她的某推首页 突然出现这个性感女人的照片 也是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虽然老詹很快地取消了这个点赞 并称是手滑 但是这个事件的发酵 已经脱离了掌控 随后不少网友 顺着老詹的点赞 点进了这个女主播的主页 粉丝数也是水涨船高 不少网友纷纷在底下评论 你被老詹解赞了 让这个女主播受宠惹惊 随后发布这两媒体 天哪 我从来没见过勒布朗 我不是他的情人 而不过 火了太快 也让不少极端网友开始攻击他 甚至发出了死亡威胁 不得不说 老詹无心的手滑 竟然能够直接造出 当天的美国投版新闻 这个影响力真是太恐怖了